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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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各位親愛的朋友 現在我就是人在 岡山之眼的天空長廊 這是來岡山一定要先來的地方 為什麼呢 你看 往這邊看過去 環顧四周 你基本上已經把所有的高雄都看完了 今天除了來岡山之眼之外呢 我還要帶大家去看什麼 想到岡山就會想到一個東西 那就是空軍 岡山的空軍非常的有名 它也有一個非常有名的 岡山空軍眷村 今天就帶他去看看眷村之美 還有非常有名的老街 事不宜吃 馬上出發 你看這邊每一戶是不是都很大戶 在過去我們高山人稱它為江軍村 曹瑞源導演就選上這個地方 然後作為一把新的拍攝場景 人生第一次這麼接近金東獎就對了 對 身為一個江花六里的死川人 來到捲村一定要吃死川菜 不會是四川人 真的有點辣 神秘滷料 滷製的牛肉麵 四川人一定要什麼都加辣 好了 今天我們來到不一樣的眷村 我們要掌聲先歡迎我們這邊 負責的理事長 宇慧姐 對吧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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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大家打正道路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岡山 尤其是來到我們岡山眷村 空軍眷村跟陸軍眷村 感覺好像有一點差別喔 對對對 因為我剛剛一進來 我的第一個感覺是這裡非常大 是 什麼都很寬闊 就跟飛機跑道一樣 你知道就是 就是因為你看喔 飛機場都是很寬闊 然後路都很大的 對 我剛剛一進來就是很大的 住戶好像沒有很多對不對 那剛好我們現在所在這個村子 樂群村 它是在過去我們岡山人 稱它為江軍村 江軍村 對 因為大部分是江軍住在這裡 所以江軍因為關階高 所以它的窄底也會比較寬闊一點 現在我們所在這間樂群村3號 過去就是住過 樂群村3號 對 3號 所以有123嗎還是 有有1234 一直到53號 50幾號 總共有35棟 35棟房舍 然後因為它可能比較後面 關階比較低的地方 它可能是雙拼的 就是一棟房舍裡面住兩戶這樣子 對 可是原則上都還 都不小啦 123是有分軍官階級的 是 所以我住1號我就是 對 你就是司令 總司令 對 所以我現在在3號 對 我現在是第三位 就是副司令住的 副司令 那也很大耶 你知道你看這邊每戶是不是都很大戶 然後房子也很漂亮 然後家家戶種花 種草 種樹 你就覺得非常賞心悅目 就覺得好像來逛一個自然公園 所以即使不是住在眷村裡面 我們岡山人也都很喜歡來逛眷村 在空訓眷村每到假日 譬如說禮拜天晚上 就會有派對 就會有舞會 最主要是空訓眷村有一個 一個軍官俱樂部叫做新生社 新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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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新舊的新 然後生命的生 新生社 對 然後大概就是 假日的晚上就會有派對 然後甚至還有Live Band 你看 你想想看 就很像美軍的那種感覺 對 然後你就想像的那個 軍官太太就穿著旗袍 然後玩著 玩著 飛行軍官的那個先生的 因為一定要玩好 因為太帥了 他會拿走 對 真的 然後就一起去參加舞會 對 為什麼要保留眷村文化呢 其實 眷村化是我們台灣非常獨特 也是全世界很獨特的一個文化 因為 全世界只有台灣有眷村文化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在1949年的時候 因為戰爭的關係 然後有一個 將近兩百萬的移民潮 然後進入到台灣 對 那是一個 在人類史上 就是一個很特殊的一個事件 對 然後又因為這一群 這一群兩百萬這些 我們這些眷村居民 他們來自中國大陸的大江大海 然後大家就群聚在這邊 所以那個多元文化在這邊匯集 然後再加上我們台灣的本地文化 這樣彼此的從衝突然後融合 然後最後產生濃濃的情感 這個過程都是非常的 讓人家覺得非常的可貴 非常珍貴 老師 我問一下 我剛剛聽到很多戰鬥機的聲音 是 是現在還是有 對啊 因為我們岡山是 我們那個空軍的搖籃 我們岡山有空軍官校 然後有空軍航空記住學院 它的前身就是 空軍機械學校跟空軍通訓學校 對 等於說是所有的空軍的人才 都在我們岡山訓練 那這裡應該還是要把它弄成空軍的那個 眷村 但其實我的剛剛問題不是這個 我只是剛好聽到這件事情 我的問題是 那因為我們那個鳳山的已住待戶 很多什麼民宿什麼 那這邊會有這種 我們目前還是純居住 真的就是已住待戶 對對對 就是政府就是體恤其實 你要修這個房舍已經很不容易了 你可能要花很多的心力跟財力 對 那就是先推廣大家在這邊居住 像我們協會常常會辦一些活動 譬如說 導覽走毒眷村的活動 或者是我們有展覽 然後也辦一些工作坊 譬如說你看到我們那個 有掛那個竹子邊的 對 就是我們有辦那個修復工作坊 因為日本時代的房舍 它的牆就是用這種竹子邊 然後在圖上你叫編族夾泥牆 編族夾泥牆 對 所以我們就會來學習過去的這種工法 或者是一些小朋友 對 可能對歷史沒有那麼熟悉的人 對 大家如果對那種 早期的眷村文化有一點興趣 跟以前歷史有一點興趣的話 真的可以不妨來這邊走一走 因為你一走進來 你就會看到很多歷史的痕跡 包含你看這邊牆其實很多都是島 然後不是那麼的島 但是你就可以感受 對 你可以感受得到這邊以前的人家的痕跡 所以喜歡就是走走看看的朋友 可以來這邊看看 我們鋼山眷村文化協會 最早其實是從搶救眷村的房舍開始 對 大概十年前 然後因為鋼山原來有十八個眷村 然後因為眷改條例的關係 就是慢慢要把它拆除 然後讓大家牽到新的眷舍 新的大樓集合大樓這樣子 對 可是因為其實鋼山那麼十八個眷村 然後三百多棟房子 其實對我們鋼山人來說 是一個滿重要的記憶啦 然後也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景 所以這樣一夕之間 全部都消失其實還滿震撼的 所以後來我們就是有想說 應該要保留幾個比較重要的眷村這樣子 所以我們協會一開始是先投入這個房舍的搶救 所以那時候就十八個眷村就搶救了 醒村跟樂群村兩個村子下來這樣子 這個眷社保留下來之後 它要承載什麼 當然就是承載我們過去在這邊居住的記憶 對 所以我們協會就會做 開始做了很多的口述歷史的調查 我們去訪談了很多住過眷村的長輩 第一代 第二代 對 然後就是收集這些老照片 或者是他們的訪談影像 對 然後把它寫成故事 所以我們協會有出版刊物 我們有出版第一本的全國性的眷村雜誌叫我村 我們我村的第一集就是介紹樂群村 對 我們就是透過這樣的方式來保留 我們鋼山或者是全台灣眷村的文化跟記憶 這裡的建築跟剛剛就不一樣 不一樣 景村的建築特色就是 有拱圈 有回廊 可是它裡面的陳色是和式和風 曹瑞元導演就選上這個地方 然後作為一把新的拍攝場景 人生第一次這麼接近金東獎 對 對 對 所以蠻多人會來這邊 就是朝聖這樣 這竟然有個門 對 對 對 可以進去嗎 可以啊 可以啊 進去看看 好 來 好 我幫你 水連動 水連動 再見囉 各位朋友 其實我們現在來到的這個是 醒村 醒村 就是也就是 陳光哥 對 住的村落 是 沒錯沒錯 這裡的建築跟剛剛就不一樣 不一樣 對 因為我們現在在哪裡 我們在二樓 對啊 我們剛剛的那個村子是那種 比較傳統的日本宿舍 它就是一層樓的平房 那這邊我們現在看到是兩層樓的樓房 樓中樓 就比較現代 1940年的時候那個戰爭爆發 然後日本政府它要大量的興建很多的軍事設施 還有提供這些軍事設施的人員 居住的宿舍 所以他們就想 享受快速興建的方法 那最快速的方式就是阿溪 阿溪專照 就是水泥專照 所以它就是你看就是 就是 有我們現在所在這個醒村的這樣的建築形式 就是兩層樓的水泥專照的建築物 然後因為 因為我們 台灣天氣氣熱比較 氣候比較炎熱 所以就有這種拱圈回廊的設計 就很通風 有通風 對對對 然後所以醒村的建築特色就是 有拱圈有回廊 可是它裡面的成色是和式和風 所以我們稱為這個建築叫做 和陽式的建築 那醒村這個名字的遊覽呢 就是 當初中央航空學校在設置的時候 那在中國的杭州檢橋 杭州檢橋的中央航空學校 那旁邊就是飛行校官的宿舍 那就是取民族覺醒這樣的意義 來做醒村 作為飛行教官的宿舍的名稱 這個建築物的風格真的很特別 所以在2015年的時候 一把青的劇主 曹瑞源導演就選上這個地方 然後作為一把青的拍攝場景 人生第一次這麼接近金工獎就對了 對對對 所以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那個 師娘住的地方 師娘? 對對對 就是那個楊敬華 對對對 大家對一把青這個 就是很喜歡這個劇 然後對這個也被這個 我們醒村的建築物所吸引 所以蠻多人會來這邊 就是朝聖這樣 我們協會有個理念 我們希望未來眷村在開始修復的時候 可以不要像過去一樣用斷代式的修復 因為過去在修復古蹟或者是歷史建築的時候 習慣就是把它斷在一個年代 譬如說這個是日本時代新建的房設 那就把它修回日本時代 可是這個房這裡醒村它雖然是日本人蓋的 可是大部分居住的時間都是我們空軍的眷村 那這是我們可以用一種脈絡式的修復 我們可以有一棟是修成日本時代 然後一棟是修成眷村時代 就是脈絡式的修建 像這邊一把青 然後那邊日式時代 然後那裡是可能眷村時代 這樣來這邊參觀的人就可以一目瞭然 這裡的進化過程 對 這邊的歷史 就像人類圖一樣 就從原人類 就變成這裡有一個完整的歷史在這邊給大家看 對 希望有一天的到來 對 很快的 很快 我們現在在位置是醒村的展覽空間 那原來這邊其實是 兩個單元合併起來的一個展場 那我們在這邊特有的展覽叫做 《飛行之詩》 其實就是在介紹我們台灣天空的飛行的史詩 然後在這個展覽裡面 我們有一個展牆 是做這個飛行歷史的文史的那個脈絡爬樹 在這邊有介紹我們岡山的發展 還有台灣天空的飛行歷史 那除此之外 我們邀請了三位藝術家 然後從我們所爬樹的這些文史資料裡面 再去創作出作品 然後這三位藝術家 有一位是陳氏劇 那陳氏劇他就創作了頭上的這個 臨時戰績的魏蒙平的後半節 那另外我們還邀請了一個年輕的藝術家 叫做吳修明 那他是一個聲音科技藝術家 所以他也為了這個展場設計了一個音樂 然後他也用影像來表達說 這個年輕世代他對於戰爭的記憶是什麼這樣子 那另外我們一個展區就是 我們高雄獎的得主楊玉潔先生 然後他也是我們岡山在地的雅醫師 那因為我們協會過去前兩年 有在搶救我們岡山的一個眷村市場 新興市場 那楊醫師跟我們一起參與這個行動 然後他在搶救的這段時間 他就是針對我們市場裡面的攤商 然後做了很多影像的紀錄跟訪談 然後就也在這個展場呈現 我們就在這個展場在線的那個新興市場 它是一個原型的市場的一個這樣的概念這樣子 對 沒錯 身為一個江花六里的史川人 來到捲村一定要吃史川菜 這個呢 位在新興市場 也就是我們剛剛的樂群 眷村跟省村的旁邊 走路很快就到了 聽他們介紹是非常非常道地的 四川眷村料理 他們已經推薦了他們的拿手 手樓菜 這裡是紅油炒手 因為他們史川人吃都吃辣 我來試試看他們到底辣不辣 他們說他們這裡已經三代了 三代都是用非常非常原汁原味的做法 然後傳承到第三代 好吃耶 麻香重於辣香 它那個麻 吃下去是從麻先衝出來 後來那個辣味道才從後面再跑出來 非常好吃的一個紅油炒手 他們說在這邊一定要點那個辣椒肉絲 我吃下去了 好 好吃 哇 辣椒味道太香了 它肉絲其實沒有那麼重的味道 但是它辣的味道非常足 不會是四川人 真的有點辣 接下來用他們特製的方式 神秘滷料滷製的牛肉麵 哇 你看它那個麵 有沒有 以前巷子口就是這種細麵 麵啊 沒有那種粉粉粉的感覺 它麵吃下去也是Q彈有勁 肉吃下去扎實 味道很滿 裡面的神秘滷汁的味道 就開始慢慢在你嘴巴裡劃開來 這時候馬上就補一口湯 四川人一定要什麼都加辣嘛 大家吃牛肉麵不是都會加酸菜嗎 我今天來用眷村吃法 加酸豆 加牛肉 加一個牛肉好了 這樣吃起來 一定很特別 來這邊一定要試這個 加牛肉麵 紅人 來當山必看的人 網路上一搜尋岡山 對 太原真種絕對在前面 我們岡山有三寶呢 是哪三寶 羊肉 蜂蜜 豆瓣醬 對 岡山的第一家羊肉攤呢 就是從這邊發集的 那老人家呢 都把我們這個平安市場呢 叫做 所以它叫做 就是羊肉 沒錯 我聽到日本 歐卡亞馬的地方 有人在召喚我了 是誰呢 誰 大飛 你好 哇 老師 我都還沒講日文你就講了 是 開始了 謝謝 我是大飛 大飛 你好 我是謝武強 對啊 老師 這不是岡山嗎 是 這裡是岡山 可是這是高雄的岡山 岡山的舊名叫阿公店 阿公店 跟台北的那個 不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就好 所以我們常常又差點被誤會了 是 那因為事實上在從清朝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在地圖上就發現了 有阿公店街 其實這是又一個故事說 相傳就是有一個阿公 他在這邊開了一間小小的店 讓大家休息 所以久而久之呢 大家把阿公的店 阿公的店 阿公 對 就變成了阿公店 變成阿公店街 是的 然後呢 到了日本日據時代的時候呢 把這地方叫做岡山 所以那時候日本人在1920年的時候 把我們這個地形地方 它很像日本的岡山 所以就把我們這個地方叫做 岡山 所以我們把它分成了中文 就叫做岡山 然後一路到現在 我們國民政府來了以後 也一樣沿用這個名字 就叫岡山到現在 原來是這樣 所以我們2020年的時候呢 是岡山百年 喔 這裡百年啊 是 那老師這個是那時候建造的 還是後面才建造的 這個是後面我們在整修起來復古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日本人他做黃民化的動作呢 那黃民化的動作呢 那黃民化的動作呢 他就是不要讓我們台灣人拜自己的神 所以他們就在我們的台灣各地 建了日本神社 那這個地方就是 舊的日本神社的地址 喔 所以我們為了要紀念這樣的一個事情 就是讓大家告訴他 以前這裡是有神社的 是的 像我們到了日本去 神社的象徵是什麼 就這個 對 就鳥居嘛 對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 第一鳥居把它重新做起來 然後讓大家知道 以前在日本時代 這個地方就是日本神社的地址 等於是我們後人 在給 告訴人家說 以前這裡是神社 是的 讓大家永遠記得這件事情 沒錯 甚至我們旁邊還有我們的 鋼山故事書 就是那邊有介紹鋼山簡單的 在蓋日本神社的照片 等等 那等一下可以去看一下 是的 老師還有一個問題 這附近是不是有個老街不錯 當然 當然我們的鋼山老街 雖然沒有辦法像什麼大溪老街 三峽老街 這麼的漂亮 可是我們還有很多的一些 留下來的古蹟跟建築物的歷史文化 可以來說明 可以去那邊也有古蹟可以看就對了 當然 那等一下去看一下 沒錯 我們先去看那個 是 老師走走走 像我是從小在鋼山長大的 我是眷村小孩 我是在康樂村 在眷村的旁邊的康樂村 長大 那所以說呢 其實本身我自己也對 所謂的這些文史啊 歷史的 有一些想法跟一些興趣啦 那可是之前呢 一直是從事的是科技業的一個工作 可是呢相對來講 就希望說 正好有這個機會 轉換一些不同的一些方式 想說用 能不能用這個 把自己當自己說故事的方式 讓更多的民眾啊 或者是一些學生呢 能夠了解到我們整個家鄉 從小在地的這個家鄉的土地 這個鋼山的這個美好 所以我才開始呢 進行的這個所謂的這個 導覽的這個文史古蹟啊 還有就是一些 一些歷史發展的一些導覽的工作 嘿嘿 怎麼沒跳 我沒跳 沒關係 沒關係不用跳 那個我們現在在老街 是的 我們現在的話在開園街 開園街 是的 它是我們岡山的第二條 發展的老街 第二條 對對對 為什麼在開園街對不對 其實最早這條街呢 叫做開園街 開園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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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園街你知道嗎 開園的開園是什麼意思嗎 對 花錢 所以來到這條老街呢 都要開園街 可是呢久而久之 大家老人家會覺得說 開園街 沒聽 所以就把它變成開園街了 是的 那為什麼要來這邊 要變開園街呢 因為這裡有很多商店 商店 對 第二個還有就是 最早我們看到我們後面啊 有兩棟啊 這個歷史的這個古蹟啊 在日本時代 這是非常有名的兩棟龍喔 為什麼 因為呢它是日本時代的酒店 唉唷 現在還有營業嗎 沒有啦 我是幫我們團隊問 是是是 我本身沒有興趣 是的 是的 然後呢一個叫朝鮮樓 朝鮮樓 朝鮮樓 聽名字就知道 它以前其實事實上 它就是裡面大部分的 都是所謂的 韓國女性 朝鮮 對 朝鮮 然後另外呢 藥航呢 事實上的話也是我們的 比較台籍人士的酒店 就是有分啦 有分地獄性的 是的 所以說呢 聽說啦 一個晚上進來 就幾乎把一個月的薪水的三分之二 就花掉了 嗯 有這麼少嗎 應該是花光光吧 是 所以說我們老人家都 戲稱這個叫台積樓 另外呢 還有一個就是等一下 我們如果往下走呢 你就會發現喔 大部分這邊都是一些 古早的民生用品 古早的民生用品 像什麼鎑馬店啦 那個百貨五金小的 我們的掃把啦 本機啦 一些民生用品 所以來到這邊就是要買 民生用品回家用的 是 所以不是 不見得是來這邊開機 是的 這條就是很多 很多店可以開機 是的 它就是以前 比較古早的一些 民生用品的店 所以說變成說來這邊 不管是要你消費的啦 或者都是要開機 就要花錢 所以就變成 人家戲稱叫做開機 那等一下老師 會帶我們去開機嗎 目前的話 如果您需要的話 沒辦法 正當的 我是說去 對面買一些 是 是 有 有 我們還有好幾家 然後就往後走 很棒 是的 就是利用我們步行的方式 走我們岡山的老街 我們岡山的老街呢 有從開始一直在為人路 到所謂的開源街 然後走民生街 然後到了平和路 這樣子的一個 差不多一公里多的這樣子 最好的方式 是用步行的方式 大家慢慢的去品嘗跟 看一下我們岡山 留下來的那些 歷史文化的東西 以及古蹟 才能夠看到了 每一個細節的點 而不是走馬看花 對 那我們就希望 用岡山輕旅行 這樣步行的一個方式呢 能夠了解我們更多的 岡山的一些 在地家鄉的一些 文史發展跟故事 老師 我們現在來到哪裡 我們現在來到我們岡山的第一家公有市場 叫平安市場 那為什麼要來到這裡呢 那因為老人家都把我們這個平安市場 叫做古奇亞 舊市場 古奇亞 那大家都知道我們岡山有三寶了 是哪三寶 羊肉 蜂蜜豆瓣醬 對 羊肉為什麼就有名呢 為什麼 因為我們岡山的第一家羊肉店呢 羊肉攤呢 就是從這邊發集的 那現在還有嗎 他搬家了 他搬家了 所以他叫做舊市羊肉 舊市羊肉 為什麼叫舊市 古奇亞 舊市場的羊肉 舊市羊肉 是 就從那邊開始呢 不斷地賣賣賣賣賣到 接下來他的一些子孫啊 一些所謂的這個店裡的師傅等等 也到外面去 就造成我們現在岡山 至少七八十家以上的羊肉店 所以全台灣都知道 岡山羊肉最有名的 原來是這樣子啊 就是從舊市羊肉開始 是 而且我後來還看到 我現在身後有一個 傳統記憶工作者 是的 他是用畫的 用畫出人像 沒錯 而且你看 這裡真的是大家 因為這邊是市場 我們的文賢市 對 文賢市場跟我們的一些舊市場 所以大家這邊都要人來人往 喔 真的很熱鬧 那我們現在 往下一點 是的 OK 往下一點行動 老師我們現在來到這間醫院是 泰原診所 泰原診所 對 他最早以前是泰原醫院 是由王查某王醫師 王查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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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查某王醫師呢 他們 他所建立的 然後他現在三代 他們三代都是醫生 所以現在是第三代的王仁榮王醫師 在探診 喔 對 這也是我們在日之時代留下很漂亮的建築物 然後也是唯一沒有受到被轟炸掉的建築物 是呢 被美軍當作地標 認為它是岡山的一個地標 我們都知道以前的 以前的飛機的這個性能 人間度沒有那麼好 對 都靠牧師比較多 所以他們看到了我們的什麼太原診所啊 然後呢 又知道岡山到了 還有我們 看到岡山到了 對… 左邊轟一圈 右邊轟一圈 他們就回基地了 所以說呢 另外再來就是這個 因為是三層樓 所以說呢 也被徵用當作 那個空襲警報的一個 發布的一個地方 喔 所以他們頂樓 對 頂樓會發布空襲警報 讓大家岡山的這些知道說 喔有了 美軍的轟炸機要來了 所以讓他們左右兩圈的人趕快跑 對… 所以說事實上的話 就變成說 也很… 就是因為這樣也倖存了下來 所以來岡山必看的這個 從日本時代留下來的 網路上一搜尋岡山 對 太原診所絕對在前面的 是的… 你現在看到就很漂亮 很完整的外觀建築物 這就是類巴洛克斯建築的一個 一個建築物啦 哇 是的 我印象最深刻應該就是走老街吧 因為一直以來 我們出去玩老街的時候都不會 不太會那麼認真的走 其實說實在話 今天聽強哥一路帶著我們 這樣一直一動一動的介紹 一動一動的介紹 你就會覺得 我以前看老街的方式 好像可以再換一下 沒想到 因為他那時候跟我們講說 什麼 這裡的老街 沒有什麼三峽老街來的 什麼熱鬧 還有什麼好看 結果沒想到 我摸摸走了兩個小時 走到 哇 我全身都是濕的 所以那感覺是滿特別的 沒想到 短短的 其實它也不大 我還可以走到兩個小時 代表 我真的看 聽了很多這裡面的歷史 讓我真的有回到那個時候 好像在日劇時代啊 什麼的那種歷史的時候 勝利其境一樣 空軍眷村那邊 它會有一個比較不一樣的感覺 就是因為一般的眷村 對我們來講 空軍眷村又比較空曠一點 感覺就很像它是一個 沒事就會有飛機起落的地方 然後今天這兩個 就是雲慧姐跟強哥 他們兩個帶我們的 非常熱情 他會跟我們講解 很多很多裡面的故事 因為他們是 真的生活在旁邊的人 像雲慧姐 從小就生活在空軍眷村旁邊 強哥就生活在 那個老街旁邊 然後回來到家鄉服務 然後他們也很想要把 這裡一帶的 去傳承下去 給所有人知道 因為他們不管我們在 要走啊 還是要離開的時候 要看到的時候 他們都一直不斷地 跟我們講解這裡面的背景 這裡發生什麼事 而且我們在臨走前 他們兩個都講了一樣的話 就是說 他們真的很希望把 這裡的回憶 這裡的知識 這裡的故事 繼續告訴以後的人 所以這個是我對他們兩個 非常有印象 以及覺得很特別的地方 在這間是 我們在這邊讓他們 打算去 看起來 很快 我們在這邊 我想說 我們在這間 我們在這裡 要個人比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